这个就是教师发展的第九集 专门讲一些和语音有关 比较深入一点的话题 希望吸引多些老师就参与读音教学 这个系列有一段时间都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今集我们就会研究一下非常之麻烦的 R音究竟几时要读 究竟几时不用读呢 甚至有些时候你看不到 但是都要读出来 英文口音大致上分开两种 第一种你见到语音上面有R 就不用想的了 就一定读出来的 那种叫做rotic accent rotic accent 例如美国英文这样 譬如说见到这个字marketing 因为语音中间有个R 见到的时候 他们就会读成类似marketing的什么 marketing car,bar,mtr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但是说到non-rotic accent 情况就麻烦得多了 那个R音基本上是不会读出来的 除非后面拦着个Val 例如单独读的时候 我们会读car,car 但是当后面有一个Val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R读出来 比如说 car on the street car on the street 我们日常谈论的 General British English 就正正是属于这种叫做non-rotic accent的后音 还有另一种情况比较特别的 就是spelling上面明明没有R 但是我们都会读出来的 规则就是一些non-high vowels 或者non-closed vowels 如果后面连接那个字 开头是一个Val的话 我们中间就会加插一个不存在的R 例如comma这个字 它本身的字尾就是一个shwa 就是non-high vowels 如果后面那个字 刚好又是一个Val 中间就会有一个不存在的R加插给它 例如说 comma拼到后面一个in字 就会变成comma-rin comma-rin comma-rin the sentence comma-rin the sentence 此外 China and India 情况就是一样的 China 那个shwa 就是non-high vowels 那扭到后面的india 那个it 那个Val 就会变成China and India China and India China and India 那这种情况 我们俗称intrusive are intrusive are 那我在伦敦的时候 有次乘巴士 那伯就跌倒 那有个不认识他的阿婆 就上前去扶他 就问了一句说话 叫做are you alright? are you alright? 那留意的句子里面 you就弱化成一个year 那就是说他的closing 就变成了non-high vowel 然后呢 后面的alright alright 就是一个shwa 开头 所以连起来的时候 又会有个r出现了 所以婆婆当时的版本就是right are you right? are you right? are you right? 这样 如果你有机会去问native speakers 十个有九个呢 他都会说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读法 但十个里面有九点九个呢 自己都会这样读的 那牵涉呢 就是另一个概念 就是语言学上面的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attitude 有机会再长谭